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9日报道,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计划从叙利亚全面撤军。这一重大举措,令人对美国在该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产生疑问。随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证实,美国已开始从叙利亚撤军。报道称,桑德斯在声明中表示,五年前,伊斯兰国是中东地区非常强大和危险的力量,但现在美国已经击败了他们。 他还补充说,美国及其盟友将继续努力,对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驻地、资金,以及所有渗透手段予以打击。 伊宁美国官员,19日告诉路透社,所有的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都将在24小时内撤离叙利亚。所有的美国军人,则将当完成对伊斯兰国最后的打击行动后,立即撤离。 据称,美军当前在叙利亚大约有2000名士兵。主要任务是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发布推文称,我们在叙利亚击败了伊斯兰国。在我的总统任期内,这是美军留在那里的唯一理由。 据了解,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承诺从叙利亚撤军,此后一直在寻找时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8月曾表示,只有在彻底击溃伊斯兰国组织,并且积极推进日内瓦和谈进程之后,美国才会开始从叙利亚撤军。 有美媒分析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曾表示,土耳其当局要向美国为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舰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而武装的库尔德武装发动攻势。特朗普选择此时从叙利亚撤军,是担心土耳其的行动,给美助续军队带来威胁。 羽阳,XVUBATPLOS,7500D21,新华社沈阳12月18日电梯,铁山鱼攻进海军,观察通信某旅老铁山关通战士官长陶志刚。 陈宇齐,陶宏明,吴登峰,海军观察通信某旅老铁山关通战士官长陶志刚。 宣誓着曹志刚扎根高山,气念坚定,始至报国,不如使命的君与人生。 他被战友们称为铁山渔工,移山填海,曹志刚从小就有一个从心梦。 1996年,18岁的曹志刚如愿入伍。 当时,在雷达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山不上老铁山。 下岛不下海阳岛,曹志刚主动请应上老铁山,并带老铁山扎下了根。 以前老铁山关通战的官兵,要在山顶坑道内斗月值班,担负观察保障任务。 夏季潮湿,洞里的墙壁,棚顶,床头,总是挂着一串串水珠,有时被子潮得都能拧出水来。 冬季严寒,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把通往到坑道的水管动住,引水成为最大的问题。 曹志刚带头搬水化水,被水上山,用最愚笨的方法,解决最棘手的问题。 近年来,老铁山关通战多次进行雷达加装换转,车辆将装备运输到半山腰后便无法前进,要靠人工搬运上山。 由于一次更换装备数量多,任务重,厂家不来搬运工,和工人们刚爬完第一段台阶,发现崎岖而陡峭的山路,一眼望不到头。 当即放下装备,连工钱都不要,头也不回下了山。 面对数多重的装备,484级台阶的登山路,曹志刚当即给大家补进,我们自己用的装备,我们自己搬上山。 就像当初渔工带领自己的家人结实一山一样,他和全战官兵,带着装备齐心协力,一步步的爬上山,凭着钢铁班的意志和毅力。 老铁山关通战的换装速度,大大超出了厂家的预期。厂家代表直言,这真是许能以山填海的兵。 撒,兵,老铁山关通战战被执勤任务重,对雷达兵专业水平要求高。 曹志刚那次定下目标,当上岗最快的新兵,专业最强的精兵。 但是第一次摸底考核,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看着自己千双百孔的试卷。 曹志刚的脸红倒了薄格根,他冷静下来,开始摸索合适的学习方法。 理论知识记不楼,他就把书中的重点内容,新选摘抄成小卡片,一有时间就掏出来看,实作技能练不精。 他就在大家休息时,独自到训练室找点,标绘,测算,功夫不复有虚人。 在最后的上岗考核中,他的理论成绩取得了满分,便用不标点,直接连线的自创方法提前两分钟完成了标图,成为该战最快上岗的雷达兵。 单副值班执勤任务后,复杂的海需情况,让曹志刚意识到,紧凭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实作基础,而缺少深厚的执勤经验做支撑,是无法满足岗位需求的。 可上机执班,使操装备的时间非常有限,丰富的经验从何而来,能不能用豆子模拟各类舰船,在海图上进行推演呢? 他把机上各类舰船的位置,用豆子,在海图上恢复出来,接着再根据数据向下骑士的用豆子进行推演。 坚持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种豆子训练法很有效,不仅能使他在三分钟内熟计90多批目标,而且通过模拟舰船航行,进一步加深了舰船活动轨迹的印象,大大提升了值班执勤能力。 多年来,曹志刚上报情况及时率、准确率始终保持在100%,从未发生错、漏、物、压情况。 他也因此被连续评为海军优秀雷达兵。 水安就为,2010年,海军研发出突破传统训练模式的关通部队模拟训练系统。 老铁山关通战被选为先行试点单位,面对复杂的软件程序和操作方法。 曹志刚鼓励大家说,要想摆得赢,必须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 他带领雷达排从最基础的内容写起,用不懂软件,吃不透原理,就照着操作手课一行一行学,找不准见位,敲不好指令,就关了灯在黑暗中一夜一夜练。 在他大动下,雷达排克苦训练了三个多月,熟练掌握了这套训练软件的操作与使用方法。 曹志刚因在训练过程中表现突出,参加了训练软件提库的编转工作。 当年被团评为优秀四会教练员,要把自己永远放在组织的后面,放在任务的后面。 曹志刚常常这样说,一次重大观察保障任务持续时间长。 大任一号手的他要并复发,战友建议他休息。 此时,演习进入了最关键的时间段。 虽然他疼痛不已,但仍坚守在岗位。 经1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任务圆满完成。 曹志刚才放心的将海区观察任务,交给下一个班次。 关通站负责人说,与工作在那里,就是一本无字的教科书。 无声的教育和影响着大家。 曹志刚读课的人格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关通人,成为祖国海防线的守卫者。 山海中的追梦人,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奋斗不息。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3日电,记者朱东阳流程美国媒体23日报道。 即将离职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签署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执行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原以一名美国匿名防务官员的话,证实了这一消息。 报道称,该执行令详细阐述了美军撤离叙利亚的方式和时间。 接下来的数周内撤军行动有望开始,全部完成可能连续数周。 但这名官员并未给出更多执行细节。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他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涉及叙利亚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那场而有收获的通话。 因不满特朗普从续撤军的决定,马蒂斯和负责协调打击伊斯兰国联合行动的美国总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近日先后宣布辞职。 原标题,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印发新修订,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 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再行办法。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记者梅士雄,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前联合印发新修订的符合政府安排工。 做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再行办法,并决定自2018年12月14日起施行。 适用于2018年秋季及以后退出现役的士兵。 办法在原来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适用范围、评分项目和标准、档案材料登记管理、审判评分、责任追究等内容。 更加强调退役士兵、安製代理与服役表现相匹配。 更加聚焦士兵被战打仗和贡献奉献。 对于深入推进公正公平公开阳光安置,引导现役士兵安心服役和建工经营。 服务改革强激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办法指出,将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总和作为政府安排工作的主要依据。 量化评分是指根据退役士兵服役期间,参加作战表现、练兵备战水平、服役年限、服役地区艰苦程度及相关身份等。 按照统一标准予以复分。 办法再重申,原来关于退役士兵安置条例第29条规定的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的基础上。 专门对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施行以前入伍、施行以后退出现役的由政府安排工作的四类退役士官做出详细界定。 对于服役期间,个人获得八一新章,荣誉称号奖励的退役士兵。 由安置立政府优先安排工作,以体现对他们突出贡献的包容和优待。 办法明确。 量化评分包括对服役年限、奖励和表彰、弹级等级、其他情况的计分以及对处分,但按财量弄虚多假的减分。 按照全军性表役附加代理一致性原则,将原来仅对士官优秀人才奖计分,调整为对所有全军性表彰计分。 并计划为个人获得中央军委实施的表彰和军委机关部门实施的全军性表彰两类。 适应新形式新任务。 提高平时个人三等公分值。 新增战时加小计分。 统一作战计分标准并与提高。 增加驻海外基地服役计分。 调整在坚苦边陵地区服役计分。 凝确在西藏地区海岛服役的计分和标准。 根据全面同源制导,这些要求。 补充违载党计和违规抽取减分材料减分内容。 调整档案材料弄虚多假扣分标准。 办法要求。 军地双方要严格档案管理。 公开公平审档评分。 影响评分的档案材料出现疏漏、错误的。 军地相关部门应当共同核实,及时补充修正。 各类影响评分的补充材料。 在安置地相关部门组织公事前移交核实的。 应当予以补充评分。 办法强调。 对相应权线部门上报。 国务院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主管部门和中央军委兵员管理部门汇总情况后。 进行通报,并按照规定追究单位负责人和经办人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环球网军事12月19日报道,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信社18日发表题为俄罗斯野行军舰有了新帮手。 无人攻击机的文章,介绍了最新部署上舰的俄罗斯新型无人机。 文章称,俄罗斯海军20380型护卫舰开始装备最新改进行海军复时无人机。 待无人机可发射小型导弹和飞制导炸弹。 这将有助于这款野行军舰,击沉小型快品和船只, 炮击海岸设施,摧毁大型军舰,驱逐舰,巡洋舰甚至航母的雷达和天线。 首先接受升级的是太平洋舰队的完美号护卫舰。 领形军舰很难被俘,即便距离仅数公里,几乎都探测不到。 海军总司令部向消息报表示,完美号护卫舰的机库甲板上设置了一个专门的区域, 用于几架海鹰富时无人机的存放和维修。 无人机借助弹射器从直升机甲板起飞。 目前,俄罗斯海军正在对这种无人驾驶系统进行测试。